那麼今天的體壇弄態呢 我們也邀請到資深體育主播 雅里哥來到現場幫我們分析 雅里哥好 西里好 大家好 好 那當然了 這個現在今天要討論的 當然就是雅韻囉 我們知道說距離雅韻這個棒球 這個相關的項目 其實剩沒有多長的時間了 包含像是棒球中華隊的旅外 還有業餘的選手呢 其實也已經在天母棒球場來集訓 接下來兩天 還會加入中華職棒的明星球員 那麼教練也說了 的確今年雅韻的目標就是要奪金 當然大家可以想像 最強的勁敵其實就是日本跟韓國 站在投手球上猛力一投 各自站定自己的位置 練習防守棒球中華隊 21號上午在天母棒球場 展開為期三天的集訓 備戰接下來的杭州雅韻 我是有這樣認為 但是現在目前為止還不了解 因為他們有的都剛來報到而已 所以還是要這段時間趕快去整合了解他們 被稱為是近三屆亞運以來最強的一屆 因為除了中華職棒幾名明星球員之外 和旅外的選手 其中還包含2019年的U18 四名冠軍投手李浩宇 王彥宇 林玉銘和潘文輝想要再次替台灣奪牌 其實台灣棒球項目在1990年的北京亞運也奪下金牌 只是當年是示範賽並沒有納入紀錄 所以上一次亞運奪金已經是2006年的杜哈亞運 今年的陣容也被看好能拿下冠軍 當然我們的目標就是要多牌嘛 那能夠多到哪一個牌 就看臨場表現 我們覺得我們這個真的蠻強的 陣容蠻強的 就也不敢保證說會打冠軍 可是我們的目標就是冠軍 畢竟中華隊一直以來的最大勁敵 就是日本和韓國隊 而杭州亞運棒球項目 10月1號正式賽程開打分AB組 而中華隊預計在小組賽中 就會先對上韓國隊的全職業明星陣容 希望能晉級循環賽成功奪牌 TV 便勝 中英倫 中文宣 台北 採訪報導 好 那我們知道中華隊在亞運上一次奪金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2006年再度哈了 已經其實距離有一段時間 那我們看到說這一次中華隊是由林子偉來領軍 那他這個過去在大聯盟有擔任過敦補的位置 這一次也有可能還會重操就業 但是我們知道他從這個國外回來之後 其實打擊狀況不是非常的理想 所以外界也是持續的來關注 那我們剛剛講到南韓跟日本算是這一次比較大的勁敵 日本這一次雖然是社會人 但是實力還是不容小覷 南韓則是希望可以力拼四連霸 但是南韓也講了要擊敗台灣隊才能拿上金牌 所以想要請教亞里哥 這個中華隊在這一次有望奪牌嗎 奪牌當然是有希望的 那當然剛才也講到我們上一次在亞運會 拿下金牌已經是要追溯到17年前 2006年的卡達杜哈亞運了 還記得很多老球迷應該還記得在那一年的杜哈亞運 在中東的那個沙漠裡面打的那一項亞運棒球賽 場邊放的音樂是我們台灣的休霸掌 一邊有休霸掌的歌聲 然後那一年的大師兄林至聖 幫助我們中華隊在亞運的金牌戰 最後是8比7擊敗了日本 拿下我們史上第一面的亞運棒球金牌 很多球迷雖然已經過了17年 但是很多人都還記得當下的那一刻 還有當時的那首歌《熊霸掌》 那拿牌就像剛才欣欣講 我覺得拿牌不是問題 就像吳思賢總教練講 只是看拿什麼樣的牌 我記得我剛入行的時候 那個時候去採訪1998年的曼谷亞運 那個時候的中華隊雖然是拿牌了 拿到銅牌 但是因為那個時候輸給了有普贊號的南韓 所以那時候回來被罵得滿頭包 那個時候那個媒體還一直要求中華隊 把得到的國光獎章的一個獎金 每個人50萬是要捐出來 給國家來發展棒球運動 拿到銅牌 我覺得對於國內期待是遠遠遠遠不夠的 那這一次的中華隊 包括了我們中華職棒的好手 還徵召了旅外的一個好手 剛才在畫面上新聞帶裡面也看到 徵召我們這個21歲年輕左頭林玉敏 林玉敏今年他在整個響尾蛇隊的一個 小聯盟體性表現得非常好 他原本開季是在EA球隊 大概在整個7月份的時候 球隊就把他升上2A了 他在今年他替自己設定兩個目標 這名年輕的左頭 他說希望今年在小聯盟賽季 能夠超過120局 投出超過95英里 也就是超過155公里以上的一個訴求 而這兩項目標 林玉敏都達到了 而他現在在整個響尾蛇的一個 小聯盟體系的一個新秀排名 已經上升到了第4名 當然我們這一次啊 徵召了5位的旅外選手 除了林玉敏之外 另外還有紅襪隊2A的這個劉志榮 另外還有費城人隊 今年曾經投出過161公里火球的 潘文輝 另外還有海盜隊陳柏玉 以及效力日本職棒的王彥成 我們這一次不僅是有中職的選手 爭招旅外選手 另外還有包括上一屆 在雅加達亞運 還記得嗎 上一屆雖然我們只拿下銅牌 但是我們在小組賽 曾經是一2比1 擊敗過上一屆的雅加達的金牌 南韓 那一場比賽我們最強的銀行員 吳升峰這名投手 他到現在還是業餘啊 他現在還在核酷隊擔任 這個業餘的一個球員 不過這次36歲的核升峰 仍然是要來帶領我們這次中華隊 敗影精神領袖這樣的一個角色 來希望我們這次的棒球隊 能夠有好的成績 不過這兩天棒球迷們比較 在討論聚焦的一個話題是 魏群龍的林凱薇 這一名投手啊 因為前一陣子受傷 是那個中華隊就沒有選他 結果沒有想到在中華隊 要出發前往這個杭州的前夕 林凱薇現在又好了 又可以打中華職棒的比賽 所以很多球迷想說 林凱薇到底應不應該 要強力掙扎他來打中華隊 這兩天是有蠻多討論的 是沒錯看起來聽雅里哥講 我們這一次這個中華隊 來亞運來比賽看起來 實力是非常的堅強的 那麼像是剛剛觀眾朋友 蘇世雷茵也說 主播問奪牌講的有點唏噓 沒有我們就覺得說 中華隊的確是有可能會奪牌 當然也希望可以奪下金牌 那我們來看到說 這一次除了中華隊之外 另外還有羽球的項目 也是大家覺得可能是奪牌的熱門 包括像是這個我們的羽球天后戴茲穎 上一屆為台灣摘下羽球的首面金牌 目前呢他是世界排名第四名 雨潭的一級戰區 雖然說看起來還是非常的激烈 所以大家也不確定說他有沒有機會躲牌 想要請教雅里哥 因為我們知道說戴茲穎他其實 在最近幾次比賽 對於世界排名前三名的這個選手對上來 感覺戴茲穎的表現都不是非常的理想 所以想要請教說他這一次 您怎麼看他有望可以再度拿下金牌嗎 小戴已經29歲了 他也講到今年的亞扎達亞運 還有明年的這個 對今年的 對不起 今年的杭州亞運 還有明年的巴黎奧運 很有可能是他最後一次來為國出征 那29歲戴茲穎 我們講到在女子單打羽毛球 有所謂的F4 南韓的安喜營 日本的山口倩 中國的陳雨菲 加上台灣的戴茲穎 並稱為這個女子羽毛球彈上面的F4 而這4個人裡面小戴年紀最大的 29歲 安喜營只有21歲 安喜營在今年已經是打破了戴茲穎 過去單年巡迴賽拿下8冠的紀錄 安喜營今年已經拿下了9座的冠軍 那下一個目標就是要挑戰史無前例的 單一年度10座冠軍 那小戴在今年的整個中國超級賽當中 雖然也打到了4強 不過最後還是輸給安喜營 那今年加上今年啊 這個最近的小戴對上安喜營 已經是吞下5連敗了 我們知道戴茲穎在上一屆的 亞加拉亞運是為我們台灣拿下 第一面亞運的羽毛球的金牌 而在亞運過去的單打的歷史上 從來沒有人未免過 女單的一個金牌 你想想看中國那麼強 或者印尼那麼強 馬來西亞很多國家都很強 但是從來沒有一個國家 能夠在亞運完成連霸 當然小戴今年要完成連霸 難度難度是非常高 我們剛才講到了 不管安喜營山口倩 或者陳雨菲 中國又有地主的優勢 我覺得對於小戴來說 這個都是嚴酷的挑戰 我覺得其實就是放輕鬆去打 因為在先前的香港公開賽 戴茲穎也傳出有受傷的一個問題 目前還在希望當中 我們當然希望小戴能夠 恢復到100% 而且小戴他有個非常特別的地方是 他為比賽做準備 他是不會去看錄影帶 他說我為比賽所做的唯一準備 就是如何減少我臨場的一個失誤 因為他覺得他只要輸掉比賽 一定是輸在自己的失誤 而不是對手表現的多強 所以如果小戴能夠以 100%的一個狀況來到杭州亞運 能夠有效控制自己失誤的話 看看能不能達成有史以來亞運第一個 能夠衛免單打金牌的 是那亞里哥想請教 您覺得這個林洋沛 李牙跟王麒麟 他們其實奧運之後有點陷入低潮 這一次呢有希望嗎 其實單打還有一個另外男單 周天成 周天成在5年前的亞加達 他也是打進到了最後的決賽 雖然最後沒有拿到金牌 但是銀牌也是我們過去的一個 最佳成績了 周天成比帶自己年紀更大 33歲 今年的世界排名 現在也掉出了前10名之外 不過我們也希望周天成 周天成自己講了 他現在不是靠體力 因為過去的小天 他世界排名最高成績來到第二名 那過去他在場上的一個是肯拼肯纏 防守非常的好 但是33歲的周天成 他自己也講 今年來打杭州亞運 他要打的是經驗 因為他比年輕人 唯一有佔優勢的地方 就是他的經驗 我們也希望周天成看看 今年能不能有機會啊 再度複製 他在5年前亞加達亞運的 這樣的一個成績 當然上一次在亞加達 打進到16強的另外一位王子維 如果他能夠克服體力的一個毛病 我們也希望他能夠再接再厲 那剛才講到林洋配 在5年前的亞加達亞運的時候 李洋跟王麒麟 兩個人是跟不同的搭檔啊 那個時候你記得李洋 還拿下了一面銅牌 不過在亞加達之後 這兩個人做了一個新的組合 反而替我們中華台北 在東京奧運2021年 拿下了有史以來第一面金牌 雖然從2021年之後啊 最近這兩年林洋配 感覺上是有點陷入低潮 不過今年7月他們在整個日本 拿下了睽違一九的冠軍之後 在接下來澳洲又打進到4強 他們現在已經感覺上 慢慢在調整自己的狀態了 那亞運如果能夠調整到狀態的話 我相信對於明年的巴黎奧運 他們要衛冕金牌 我覺得也是一件好事 是感覺現在這個 有一點算是有點暖身的感覺 那我們來繼續來看到 這一次奪牌的 剛剛講到了棒球雨球 現在還有可能的比較有大可能的 對就是平方球桌球了 我們知道說 這一次呢 領軍的是這個元老級的莊智淵 他過去呢在2012年倫敦奧運 南丹拿了第四 那麼這一次呢 當然也希望可以繳出好成績 另外還有在這個奧運一戰成名的 小林同學林雲如呢 他這一次也是認為說 四個項目都有奪牌的希望是還很大的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想要來請教雅里哥 這個這一次桌球的部分 小林同學有望在今嗎 因為我們知道說 他過去長時間都是在中國來訓練的 所以感覺好像也還蠻厲害的 講到乒乓球這個項目啊 當然今年杭州亞運在中國舉行 乒乓球原本就是中國的 可以說是國球等級的 這樣的一個運動 他們絕對不會讓 所謂的一個男單金牌 或者是單打的金牌 有機會落入別的 別的國家手裡 我覺得林雲如今年雖然是要挑戰 這個亞運的這個手金的話 不過我覺得難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不過我們現在談一下莊智淵 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 我剛講到我 那個時候採訪的這個第一次亞運 1998的曼谷亞運 那個時候莊智淵第一次代表 我們台灣出賽 那個時候他幾歲 17歲 現在莊智淵幾歲 我們叫做桌球教父了 42歲了 七朝元老啊 在這一次亞運代表隊裡面 只有不定向飛把的林一軍 跟他兩個人是同年次 兩個人都是亞運的七朝元老 真的是不簡單 今天在9月22號 亞運的團體賽剛剛才落幕 今天男團跟女團都打了兩場比賽 我們非常恭喜就是 莊智淵跟小林同學的男團 今天先贏馬爾地夫 剛剛又擊敗了哈薩克 那女團正宜進這一邊呢 那雖然第一場比賽也贏了馬爾地夫 不過第二場比賽跟這個北韓大戰5點 就很可惜最後輸下陣來 不過不要氣餒 我覺得接下來單打混雙的部分 我覺得我們中華隊這一次的代表隊 實力是強的 也是足以讓地主中國隊 要做好一切的一個萬全的一個準備 看看小林同學有沒有機會突圍而出 是沒錯 我們也希望這個桌球可以打出不錯的成績 接下來另外我們剛剛看到羽球桌球 還有棒球 接下來還是有一些項目呢 是這個很有機會來奪牌的 我們來看包含像是體操項目 李志凱 安馬王子也是非常有望 另外像是柔道楊勇偉呢 柔道60公斤級 楊勇偉也是有望奪下金牌的 另外還有跆拳道50公斤級的羅嘉琳 舉重當然不用講了50公斤級的郭信淳 想要請教雅里哥你覺得接下來這些項目 有沒有機會哪一些你覺得比較看好 有機會賭牌的 今年的杭州亞運在疫情的影響之下 晚了一年才舉行 所以跟上一屆的亞加達亞運 中間相隔了足足有5年的這樣的一個時間 我們知道上一屆亞加達我們拿下了17斤 19銀 31銅 寫下我們參賽亞運史上第二好的成績 最好的成績是什麼 我要提到了1998年的曼谷亞運 那一年我們拿了19面的金牌 那上一屆亞加達亞運真的很不錯 拿下17斤 不過上一屆的17斤裡面 除了戴資穎的羽毛球金牌 那另外軟網金牌 另外我們在射箭項目 還記得嗎 我們的湯包 湯志願同學 那個時候我們的射箭項目 在整個亞運也是大豐收 所以上一屆 那17斤 等於是已經是有點超標 超乎預期的這樣的一個 一個感覺了 那5年後的今天 杭州亞運 要知道我們 台灣從過去的中華民國 參賽亞運史上 到上一屆的亞加達亞運為止 我們現在金牌的總數 已經來到幾面 你知道嗎 不知道 99面了 所以今年只要再拿一斤 我們在亞運參賽史上的金牌 就可以來到100斤 所以就看看這100斤 到底會出在你剛才講的 這麼多選手 到底哪一位 會不會是郭信淳呢 或者是這兩天 會有其他的選手 就會拿起來 其實你剛才提到 包括楊詠偉 那包括了 我們剛才這個游泳的男神王冠宏 王冠宏也是這一次我們 亞運代表團 在明天23號 開幕典禮進場的一個掌棋關 在這個杭州亞運的官網上 特別介紹王冠宏這位游泳選手 說他是 這個台灣來的韓國歐爸 對 長得蠻帥的 很帥 所以 那個大家其實可以上 杭州亞運的官網看看 對於各國的選手 其實介紹都還蠻詳細 明天晚上的一個開幕典禮 晚上8點鐘開始 其實可以透過轉播來好好看一下 這一次跟我們台灣 臨時差的杭州亞運 我們這一次代表隊 可以說精銳進出 我們派出了超過500 120人這樣的一個大代表團 如果加上隊職員的話 我們有超過700人這樣的一個大團 史上最大團 我們當然希望看看有沒有機會 突破1998年曼谷亞運的最佳成績 10金我覺得是一個門檻 是我們體育署設定的一個 基本基本的門檻 如果能夠超標像上一屆的亞加達一樣 來到20金的話 我覺得那就是大豐收 是沒錯 像是這個很多觀眾朋友呢 剛剛講到雨A 這個雨球 對雨球 Lukas說 當初看到林洋瑩的冠軍動手 沙發上跳起來 陳良也覺得說 他也是 當然了 大家都希望這一次亞運 可以再繳出更好的成績 那我們也非常謝謝亞里哥 今天來到節目現場 幫我們分析 謝謝亞里哥 謝謝欣欣 謝謝大家 TVBS新聞直播 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